當有時我們有一些以往的傷害、煩惱一直被它影響 其實這些是不好的 因為影響令到我們不開心 令到我們煩惱、活得痛苦 那個方法是怎樣呢? 第一 思想處理 就是說 神照顧我、神幫助我 我現在是無福的 我是有福的人來的 聖經來告訴我們是怎樣的 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經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是神的兒女的 可以呼叫阿爸父的 首先相信我們是很寶貴 接著是怎樣呢? 這個相信和處理這些自卑感 我沒有什麼用呀 我很笨呀 我什麼什麼不行呀 那些處理 我不是沒有用的 我是重要的 然後呢 由早到晚盡量 譬如播詩歌 或者自己跟著唱 或者自己讚美神 那一路唱的時候呢 那由早到晚都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的人 平安、開心 那在讚美的時候呢 自然那個思想就會減少 那些負面思想就減少了 那能夠說 整天由早到晚 那可能都會有時候 那些負面出現 又不要當是很大件事 就是那些記憶 出現的時候 那就馬上說 這些已經是過去了 我可以開心的 那那個 那個 越是 裝滿喜樂 讚美神 那些負面的東西 就出現越來越少 就整天都說 我有神 神的恩典 我是開心的 我可以有原因開心的 我是不需要煩惱的 我是可以享受生命的 越是這樣 就是用這些說話 整天都說 說神的恩典 神對我的好處 神幫緊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陪著我的 神加力給我的 神體重我的 神歡喜我的 我親近神 神就歡喜的了 那整天裝滿 神喜歡我們 我們是有給人喜歡 給神喜歡 也都給基督徒喜歡的 那我們的心就多些 開心 就會少些 那些不好的意念出現 就越來越少了 那越多是這樣 慢慢就會 一出現那些負面思想 就馬上說 不要緊 這些成為過去 我還要愛寶貴的 耶穌愛我 愛我的 我是越來越開心的 那這個一方面 這樣親近神 另一方面 就跟基督徒有好的關係 譬如說 一起讚美神 一起感謝神 一起做一些好的事 就會有好的記憶 即是有人都愛我 我可以生命發揮 我可以祝福人 為人祈禱 他的生命就會提升 即生命提升 都會幫我們脫離這些苦路 讓我們不要在苦路裡面 這個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就是做任何事 是可以提升生命的 正面的思想 聖經的思想 讚美神 相信神在愛我們 跟基督徒有好的交往 能夠祝福到人 幫到人 這些都會令我們覺得 有正面的思想 我們的思想就會變得正面 就會開心 就會取代那些負面思想 可能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都會出現 但是 它會越來越少 你就讚感謝神 不要說 又出現 以前一天出現一百次 今天現在出現幾次 已經進步很多了 越來越少 就會越來越開心 欣賞自己任何進步 當然 不小心 好 都會見不喜歡 frozen 都會見不喜歡 對 回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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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